谢谢你的提问 我觉得台湾的外交困境 困境是这个重点 那没有人说这个是很容易的事情 不过针对比如说 我最近去COP的经验的话 我觉得外交部就是穿国王的新衣 然后被我点破 我请杀了 OK 那今天当然因为时间有限呢 我待会有准备一整串的 我跟外交部之间的COP的 从10月3号到我出国之后的一些记录 到时候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同时我也要求外交部 要把这个官网要更新 要做一些更正 待会记者会我们可以再谈 那我觉得回到原点就是说 以当副手的部分 我怎么样能协助总统 来推广我们的外交 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说 在国际的部分 我们要注重二轨外交 就是track to dialogue 还有注重这个双向贸易协定 跟双向的一些交流 像台湾已经签署了 三十几个BIA FTA 虽然没有在许多的国际组织 这也没有阻扰 我们能在国际上 交更多的朋友 也实质上了这个合约签署 比如说我有讲到央行主权基金 央行说它不是IMF的会员之一 可是许多的央行 是央行对央行之间 也签着所谓的credit line swap 这样子的话 也可以确保我们的外汇存底 在经济全球波动的时候 是有一个保险的 所以就是说 没有人阻止我们 签双向的这个协定 然后还有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从法规的部分 要interoperable 就是要互通性 像我刚刚讲的 个资法 GDPR欧盟的规格 或是说全球最低税制的 这个部分等等的 只要我们跟国际上 能搭得上线的话 我觉得能有更多的国际投资 进来台湾 台湾的相对性 重要性会是提升的 因为现在如果只有台积电 复国神山的话 大家看到我们只有想这个 我们要想一些 有复国群山的概念 来提升我们的经济 也保护台湾 谢谢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这么多年来 这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办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埋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 请赵少康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民进党前赋曾经说过 大陆政策是 外交政策的 上位政策 民进党不相信 要去闯 闯的就是我们丢了 九个邦交国 那民进党执政了八年 外交上有什么成就呢 九个邦交国就这样丢了 任何的国际组织 我们参加了吗 WHA观察员也当不了 国际气象组织 国际刑警组织 国际的环保组织 没有一个组织进得去的 然后叫我们吃莱猪 我们也吃了 核食也吃了 我们进了CPTPP吗 进了RCEP吗 跟中日 台日签了FTA吗 跟美国签了FTA吗 所以第一个 我还是主张 如果我们执政的话 还是要跟大陆谈 外交休兵 不要再抢来抢去了 无谓的浪费 第二点 我们自己的实力要提升 我当环保署长的时候 那时候台湾经济还不错 法国卖给我们幻象2000 卖给我们拉法业 法国的女环保部长 邀请我到法国去 我沿路从荷兰 德国 法国 丹麦 我见了十几个部长 包括环保部长 经济部长 其他的财经部长 很多在办公室里见的 为什么 不是在外面 为什么 我们有经济实力 当你有实力的时候 这些国家就重视你 我到巴西参加 Rio Dijonel的 Earth Summit 地球高峰会 跟美国环保署长 面对面 两个人开会 讨论我们两边 怎么样的合作 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120几个免签国 包括美国 一个邦交国都没有丢 那他到底丢了什么主权呢 你们常常讲说 这是他卖了主权 他出卖了什么主权呢 主权不是好好的吗 那你民进党执政了八年 你又获得了什么主权呢 我看什么也看不到主权啊 这个不能参加 那个不能参加 这个邦交国 那个邦交国丢了 没有任何主权获得的嘛 这是我的答案 只是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只是说这么多年来 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办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买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 请吴欣盈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谢谢你 民众党的国防政策 其实 发现到台湾的 面临的问题就是 两岸军力逐渐失衡 军购弊案连连 还有 流营率低 以及部队人力 严重不足的问题 那我们的愿景呢 其实是以国防 最大的愿景是 备战而不畏 未战 能战而不求战 那同时呢 我们对国防的目标是 面对强敌 不被击垮 而坚持作战的军队 全民要有信任 能战胜军队 也要落实国防 建立有军的 这个合作军队 那其实 从实体的改革的部分呢 我们是想说 要军朝 实战化 专业化 合理化 透明化的方向改革 那总结呢 我们也认同 就是说我们的GDP花费 要拉到3%的军方花费 那刚刚讲到这个 这个志愿意 跟军人的部分呢 我可以跟大家 顺便分享一下 我上个月在政大 跟学生们 做个票选活动的时候 也投票呢 只有四分之一的学生们 愿意说 要作战 那其他有三个选择 就是像这种 我OK啊 你先上啊 之类的这种答案 所以一般的民众 其实是不要打仗的 那要怎么样 就是说有这个 这个从 志愿意 以及 义务意的部分的分配 那从台海的部分呢 我们是以义务意为主 那义务 志愿意为主 然后义务意呢 是作为备手 以战力的消耗补充的部分 然后再来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因为我们的军人 已经不多了 军人要有更好的待遇 他们的薪资也要更高 在国际上的话 在美国 新加坡 就算是现有的军人 而不是退休的军人 他们的机票啊 等等都会容易给他们做 所以我们要好好照顾 我们这些军人 请赵坡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只是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只是说这么多年来 这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办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买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了 要在扫 不是跟两两的地方 家扫就要吃扫精 一定要配温开水 15分钟咳嗽 out 杀机火索飘 扫精 还有咳精胶囊 方便有效 中国的国防预算 是我们的17倍 你今天2.5% 3.5% 5% 50% 你也很难拼 但是是不是就算了 当然不是 我们就要集中我们的力量 所以我们一直主张 要源头打击 就是我们的 非但我们的 这个火力 要能够达到 大陆沿岸的这些基地 海上歼命 如果你要用船来 运送官兵的时候 海上就要歼命你 贪案阻绝 绝对不能让你上岸 民进党今天的政策 是打什么巷战 打这个登陆战 那台湾就完了 你可以让台湾打巷战吗 我们年轻人愿意打巷战吗 好 那当然了 就是说 这个国防的 这个准备 一定要 钱要花在刀口上 我不是举例吗 我们一艘潜舰 530亿 日本的雷金号 150亿 比我们还强 还大 你可以说我们是第一艘 但是以后他也编了 蛮多的三四千亿 要编剩下的七艘 这个钱 有用在刀口上吗 还有什么人来操作这些武器 要军人来操作 那你知道我们的资源翼 编制是多少吗 21万人 15万应该是主战部队 结果现在多少吗 有史以来最低 我们现在的编制 只有15万五千人 主战真的能够 拿枪打仗的 7万人 后备的都是满编 主战的都不满编 那这些人将来怎么打仗啊 你给他再好的武器 他怎么去打 所以我主张 而且你待遇太低了 一个二兵一个月给他 三万五六千块 谁来啊 所以我主张将来的战斗部队 每个人加薪两万块 重赏之下必有勇服 我们用比较高的待遇 而且这只是合理待遇的 这叫什么高呢 对不对 然后呢 募集一些有志之士 愿意为国孝佬的职业军人 你不能靠义务军人 靠义务去打仗 当然是职业军人为主 你职业军人充实了以后 才有战力 请萧美琴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只是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只是说这么多年来 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买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 在提出我们的方案之前 想先针对刚刚几个错误的讯息 来做一个说明 第一个 赵兆康先生提到说 民进党是两岸最大的风险来源 事实上 这个违反全世界的认知 全世界都知道 现在造成两岸紧张的 不是民进党 而是中国共产党 今天菲律宾没有民进党 但是一样 在南海地区 有摩擦 有紧张 日本的军事预算 未来也将增加 不是因为民进党 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 对外扩张的野心 以及他们的言行举止 那另外 刚刚吴欣宜女士提到说 有军购的弊案 那战斗兰也说 要查办黄曙光 但是我要讲的是 我们有很多国家的人才 是超越政党的 如果没有证据 就不应该抹灭 我们每一个专业人才 对国防的付出 以及努力 那我们要提升自己国防的三大方向 包含第一个 要强化训练 让不管是义务义 或者是志愿义的训练 能够更符合现代的需求 第二个 我们在军备的升级上 有采购以及自制的两个方向 第一个 我们扩大对外采购 能够自己做的就自己做 不能自己做的我们去买 那同时我任内在驻美代表期间 也争取了许多技术的转移 F16的维修中心 让我们可以很多的零附件上面 取得国外的技术 自己制造 国建国造 国阶国造 也是我们要发展的方向 第三个就是跟理念相近国 来合作 吓阻 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要作战 而是要确保台海的和平 要确保我们能够有实力 来维护区域的和平 这是所有区域国家共同的理念 我们一起 只是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只是说这么多年来 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办法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买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 第三位提问的媒体代表是 TPBS主持人 钱宜君女士 请提问 请赵少康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好 萧女士对美工作做得不错 我想这是她的优点 那吴女士对财经 我刚刚听到她蛮懂的 这可能也是她的优点 基本上 我们媒体风气搞得这么坏 当然是民进党造成的 这还用讲 对不对 棍子跟胡萝卜 这个掠机斑斑可考 不听话的中天就把他干掉了 对不对 然后喜欢的媒体就给他钱 几十亿这样给 政府的预算书拿出来就看到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媒体都听话了 现在几乎有80%媒体都是绿媒 你今天晚上打开电视看看 几乎都是民进党的 帮民进党在宣传 那我们在座的自由时报 对不起 那不是吗 也是绿媒 所以他们讲三明治 三明治 那大家想想看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我们的媒体环境会好吗 大家会和谐相处吗 你一个执政党就应该 如果我们执政的话 第一个 我们绝对不会 因为亲我的 对我好的媒体 我就给他钱 绝对不会干这个事情 一定公 假如政府有预算 一定是公平 公开 公正的 来分配 或是来投标 绝标 那另外呢 我们也绝对不会利用媒体 把它当成御用媒体 来打击我们的对手 尤其是网络 政府养了一堆的 网红 网民 用网络在那边 漫天的 来污蔑对方 这是非常不好的 我们常常讲说 媒体是 民主的第四权 那你要尊重 民进党没有执政的时候 说要争取百分之百的 言论自由 一旦执政以后 打压一己 钳制媒体 对不对 还想 将来还想进这个抖音 还想进小红书 可以说无所不用其己 所以我们执政以后 绝对不会这样做 大家放心 请萧美琴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只是说 抱歉 只是说 这么多年来 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办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埋土地就不对 这个你要搞清楚 要在执 不是甘凉凉的就好 家扶就要吃执政 一定要配温开水 15分钟咳嗽 out 杀吉互索飘 执政 还有咳金胶囊 方便有效 好 谢谢这个提问 事实上我刚投入这场选战的时候 也有媒体朋友问我 那我当时也提到赵少康先生 曾经是政治金童 他的口才非常的好 那吴欣颖女士 对国际事务也很热衷 也有为国家奉献的理想 这一点我也非常的敬佩 但是今天我们总统选举的舞台 并不是战情事 我们是要讨论国家未来的发展 那社会上有很多的分化跟对立 一部分也是中国认知战 想要达到的目标 很多国家也一样面临这些挑战 新兴社群媒体的平台的凝聚 造成物以类聚 我们同样的理念 比较难跟其他不同意见的人 来做沟通 所以我认为总统副总统 需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创造更多不同理念 不同意见 可以对话的平台 我自己也愿意 如果当选的话 作为未来的副总统 来邀请赵先生 还有吴女士 一起来共商国事 当然在总统的授权之下 我愿意以我们这次总统选举 政见有共同一致的地方 我们来一起合作 一起努力 让台湾更好 有理念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一起沟通 一起来讨论 提供给总统 以及未来的行政院 施政的方向 以及参考 我一直是秉持着 希望台湾能够更团结 能够更和谐 所以我也不想要 在这场选战当中 以骂人 或者是散布 仇恨 情绪 来打这场选战 我希望支持我们的朋友 是因为爱护台湾 守护台湾 让台湾更好的精神 来支持我们 所以我们始终提出 国家希望工程 提出我们的理念 争取更多人的团结 与支持 请吴欣盈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只是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只是说这么多年来 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埋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 谢谢 谢谢 我相信 台湾其实有很多 跨党派的合作 我就举几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我刚刚讲到的 个资法 全世界五十几个 民主国家 都采用这个个资法 我相信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 当我们民众党执政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各资法 导入全国的这个 全世界的接轨呢 这应该大家不会有争议的 还有就是 全世界的最低税收 我刚刚演讲的时候提到 现在我们目前 我们的税收是12% 12% 如果拉到15%的话呢 其实 为什么这马上就可以做呢 因为这3% 如果我们不扣的话 这个钱出到国外 还是会被扣税的 那倒不如把这个3% 留回在台湾 投入台湾的 其他需要的一些 做一些投资 还有就是说 我们可以协助产业 做这个绿能的转型 Net Zero 我相信全世界 大家都公认说 这个环境永续 这是很重要的一环 不过 这些企业要怎么样 能能源转型 因为你看光是明年 欧盟CBAM 这个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它执行之后呢 会有19,000间的企业 颇及到500亿台币的 这个出口金额 那这些企业 都是跟台电买能源 它都是化化学燃料 这样的话是非常不利的 它出口会被打到 这个绿关税 再来呢 还有就是像这个 刚刚讲的就说 不只是CBAM 明年后来 还有那个美国的CCA 还有RE100 这些全部都是造成 产业的冲击 我相信没有一个 执政党会想要说 这些企业倒闭 然后影响到 人民的收入等等的 那还有就是主席的部分呢 我觉得主席的优点 就是他不贪 他很勤劳 然后呢 他是用数字在治国的 所以我相信就是说 有许多的这些 不管是国防的议题 劳健保的议题等等的 他是像个医师一样 会勇敢面对问题 再来找解放 谢谢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这么多年来 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办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埋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了 要在扫 不是跟凉凉的就好 家扫就要吃扫草 一定要配温开水 15分钟咳嗽 out 杀机火索飘 扫草 还有咳精胶囊 方便有效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说 中华民国宪法护国是神话 相怨与灾难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说 他会遵守中华民国宪法 去年底 美国葛来仪等三位的知名的美中关系的学者 投书外交事务期刊 建议台湾依中华民国宪法处理两岸失误 同时间也建议赖清德先生 若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要这个冻结台独党纲 美国学者的这个投书隐含着 中华民国宪法与台独党纲 是对立的概念 请问三位候选人 中华民国宪法与台独党纲 谁是护国神山 谁是神话 谁是相怨与灾难 请萧美琴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我想赖清德 我们的总统候选人 也已经澄清 有关在辩论期间 是有一些口误 他有提到他的使命 就是要守护台湾 守护中华民国 那有关中华民国的宪法 我们都是依照中华民国宪法 参选总统副总统 如果当选 也将以中华民国宪法 宣誓就职 中华民国的国旗 也会继续在总统府前面升起 蔡英文总统多次提到 我们处理两岸关系 就是以中华民国宪法 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和现行的法规来处理 未来的赖清德 总统也是一样 那我们今天所提到的风险 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要把中华民国宪法 九二共事化 我们都知道 九二共事当中 并没有中华民国宪法的存在 尤其习近平对岸 已经明确提到 九二共事就是一中 没有各表 九二共事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底下的一国两制 那我们面对 中国这样的立场 你到底认同吗 有认同才叫共事 不认同不能叫做共事 这是懂中文的人都知道的 那既然没有共事 怎么能够把九二共事 拿来当作我们的护国神山 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务实地来面对 未来处理两岸的关系 除了我刚提到 依照我们中华民国宪法 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之外 我们主张 现在的国际战略架构下 维持现状 是台湾民意 有八成以上支持的共事 同时也是国际社会 对我们的期待 我们会持续地 维护台海的现状 守护我们的民主 自由与和平 请吴欣盈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 抱不抱歉 只是说这么多年来 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办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埋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 要在扫 不是甘粮粮的就好 家扫就要吃扫草 一定要配温开水 15分钟咳嗽 out 杀吉互索票 扫草 还有咳精胶囊 方便有效 从1996年至现在 中国的因素 一直是在台湾总统候选 的重要因素 那国民两党 一个是靠中 一个是反中 都失去了台湾自主性 这是个国民两党的问题 所以民众党主张 可以合作的就合作 需要的竞争的时候竞争 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 那其实 柯主席跟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那就是我们要维持现状 两岸和平 台湾要自主 那主要的呢 这就是以台湾为核心的中华民国 现在的两岸 海峡两岸呢 是和平没有战争的 就是建立在中华民国的 这个概念上面 那同时呢 我们要主张 跟两岸多多交流 像柯主席 他之前也办过了世大运 也办过了八次的双城论坛 台北跟上海 那只要有多点交流 就会有多点尊重 那让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主席常常说 五个互相 互相认识 互相了解 互相谅解 互相合作 以及互相尊重 最后 我觉得 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其实 最重要的根本就是 台湾必须提升 我们自己的竞争力 我大学的时候是学国际关系的 在我们的务实组 指 realpolitik 的这个想法里头呢 有三个C 就是conflict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这么多年来 这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办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埋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了 请赵绍刚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好 我跟萧女士说 今天我们去吃晚餐吧 我想喝稀饭 她说要吃牛排 我说好吧 那你吃你的牛排 我喝我的稀饭 这就是共识 共识呢 还是要通常一样呢 都共识可以不一样 今天上午 蔡英文 胡说八道 乱讲一通 国家的元首 我真是替她感到 感到不堪 她说 三位一体 是抨击三位一体 什么叫三位一体呢 九二共是一中各表 跟一国两制 奇怪了 我们什么时候 支持过一国两制了 谁支持过一两制了 哪一位支持一国两制了 是侯友余接受过 还是我赵浩康接受过 我们从头到尾 反对一国两制 我们也反对 这个共产党在香港 的这个胡作非为 把黎智英到现在还关起来 但是 你蔡英文是中华民国总统 你怎么老是拿习近平的话 当你的圣经 当你的这个金句呢 你要反对他讲 而且你民进党 老是逼人家 问习近平说 九二共是一中 是不是中华民国 你是他 你会讲是中华民国吗 你逼他嘛 他当然讲是他 他讲的话 他来问我们 我们也讲是一中 就是中华民国 这到底就这么简单 你们非要逼到 那个墙角上 然后就说 习近平说九二共是 那个一中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我们没有共识 共识就是说 他讲他的 你说你的 从此就有一个 所谓通关密码 然后呢 蔡英文说 三位一体是灾难 我告诉各位 什么叫灾难 赖清德 台独 战争 这才叫三位一体 所以呢 风险 他说 九二跟 九二共是连结的宪法 是风险 不是风险 跟九二共是连结的宪法 是一个中华民国的 一个中华民国的宪法 一个中华民国的九二共是 请你注意 我赵少康 行不改名 做不改姓 你叫我黎少康 我还是赵少康 我还是中华民国 谢谢 这个政治金童 以及这个外交女士 所以 那针对这个 还有就是 刚刚请示范的部分 只是说 抱歉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 这么多年来 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买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 要在扫 不是跟凉凉的状况 家扫就要吃扫草 一定要配温开水 15分钟咳嗽 out 杀鸡火索飘 扫草 还有咳精胶囊 方便有效 赵叔叔请 吃我豆腐 今天吃米饭吃饭 那吃我饭的菜 那我建议说 之后结束完 我们大家一起吃buffet 大家就可以挑 自己喜欢吃的 好 那针对这个 核电的部分 我觉得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那其实我本人呢 是在未还委员会 当 这会期当了招委 所以这个议题 我是持续的关注 那核电是很严肃的 科学问题 然后这个能源提供呢 产业发展 以生态的环保 不能是用意识形态来处理 因为民进党的这个 2025 非核家园 是可以弥补一些 缺口拼命发展 再生能源 那其实国际上的趋势呢 这也是符合的 就是2050年 净零碳排 再生能源要提升到 60%到90% 那我是虽然很赞成 推动再生能源 但是再生能源的 稳健发展 不能是绝于这个 2025年 非核家园 会这个强制 停用核电 来强迫 风电 光电 快速发展 这样延伸了一大堆弊案 同时破坏环境 那从这个 我们 克盈配呢 是主张 核二 核三 研议 核四 竞速 全体盘查 再决定下一步 再来就说 其实台湾呢 还是大部分 以这个制造业为主 所以因此 我们应该 有一个比较务实的态度 来面对核电 不要把核费 家园当作一个 意识形态操作 那比例讲说 我们最近在欧盟 看到一些国家 他们反核电 可是他们是从边缘 边境国来买核能的 台湾没有这样的选择 我们是个小岛而已 谢谢大家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这么多年来 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办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埋土地就不对 这个你要搞清楚 接着请赵少康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刚刚萧女士说 说我们不负责任 这真奇怪了 我觉得民进党的能源政策 按照民进党的能源政策 如果不使用核电的话 你怎么也不可能达到 近零的地步 你在怎么骗 在怎么混 在怎么呼隆 你告诉我 你怎么能达到 2050年近零 这个 吴女士最近才去杜拜 参加COP28的会议 美国 日本 法国 这些国家都已经 希望在2050年的时候 核电是现在的三倍 小女士没有看到吗 美国 你们最尊敬的美国 去年台电赔5000亿 中油赔5000亿 今年台电还要赔 大概三四千亿 中油要赔一两千亿 为什么 就是你们错误的能源政策 天然气多贵 便宜的核电不用 那你先问我说 将来要放在哪里 你知道核一厂里面 原来可以做四部机组 现在只做两部吗 你知道核二厂 原来可以做四部机组 现在只放两部吗 你知道核三厂 可以放四部机组 现在只做两部吗 你知道核四厂里面 可以放八部机组 现在只放两部吗 你完全不知道吗 核三厂 我最近到屏东去 你是民进党执政的地方 附近的居民 都跟我们要求说 你要让我们研议 让我们研议 屏东居民都让我很惊讶 他们希望研议 为什么 因为对核电厂附近 有很高的补助款 居民觉得很好 核电厂也没有危险 又有那么高的补助款 他们觉得很高兴 又让国家的电价 能够降低 有什么不好呢 核费要放哪里 美国 你的 你最尊敬的美国 怎么处理 我们就怎么处理 美国放哪里 我们就放哪里 美国现在在地下掩埋 挖深以后 把它强顾起来 我们就这样做 全世界几乎90%的核电 都是这样做 我们不能这样做吗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这么多年来 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办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买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 现在请吴馨颖女士提问 时间一分钟 请开始 在国际关系上 我认为台湾必须 以财经外交为主 尤其是双向投资 才能建立 坚定鱼如潘石的实质关系 2022年 来台投资 前三位国家分辈于 丹麦 日本 澳洲 我想请问 萧女士 以及赵先生 就是请问您知道 美国的排行投资 台湾是多少吗 然后同审问萧女士说 驻美大使期间 美国关系良好 那很多投资 从美国到台湾 那护国神山的这个台积电 400亿美元 就已经被比喻成像美积电了 那想请问在您任内 除了这个进美猪跟美牛以外 请问美资到台湾到底有多少钱呢 不会只是有军工产业吧 然后赵先生 这是我从当立委的时候 就马上辞掉医院的董事一职 您今天才请辞 是在作秀吗 还是有真心要辞呢 谢谢 请赵少康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我当然是真心要辞啊 我只是一直在等赖清德而已啊 他一直不辞啊 他到现在还不辞啊 还不捐啊 他要到什么时候才捐 我不懂啊 要等到这个居民的 这个居住 他能有保障 三年以后也不可能完成啊 所以赖清德 才是在缓兵之际啊 转移焦点啊 美国对台湾投资多少 之前因为我没想到 我会来选举的啊 所以美国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 抱不好意思 只是说这么多年来 这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办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埋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 华尔街很多的基金经理人 来找我谈 他们也想对 找一些懂政治人谈一谈 他们问我一个问题 说会不会打仗啊 会不会打仗啊 打仗的话 他们你愿意到日本啊 巴菲特不就是这样子吗 他说你愿意到日本 他说台积的很好啊 但是你们有地缘风险啊 所以他跑到日本去 实际上因为台湾的 这个战争的疑虑 所以很多的外资不来了 不但外资不来 台湾很多有钱的资本 也跑出去了 你不要说别的 最近不是看到报纸灯 说蒋万安市长 想要邀泰勒斯到台湾来表演吗 我去年就邀了 中广就邀请他了 他本来要来了 趁着空档时间 后来他决定不来了 为什么不来知道吗 那时候已经大巨蛋在接洽了 他说台湾有地缘政治的风险 怕台湾打仗 连国际级一流的艺人都怕 都不敢来 你想想看 艺人都不敢来 这些资本家那么多的钱敢来吗 所以这个问题很好 台湾如果没有一个和平的环境 就不会有人敢来投资 不会有人敢来投资 台湾就不可能有什么比较现代的 比较进步的一些企业 像AI等等 反而很多我们的台积电还要往外跑 台湾plus one 都到国外去的 台湾有什么厂 国外要一个厂 偷空我们台湾 所以民进党这种让海峡两岸紧张 然后美国天天放话 这个将军那个将军说会打仗 下走的多少要来台湾投资的资本 不来投资 大家薪水怎么会高呢 年轻人的薪水怎么会高呢 道理就这么简单啊 接着请萧美琴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请回答 第一个刚又听到一些错误的讯息 外资没有不敢来台湾 事实上在蔡英文总统任内 外资投资台湾也创造了新高 只是说 不好意思 所以说这么多年来 这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办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买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 有超过两兆台币的外资进入到台湾 台商回台投资的三方案 也成功吸引到许多的台商回到台湾来 我们持续地促进我们整个产业的转型 也很谢谢许多的美商公司 包含 Google Amazon Micron 美光 等等 也持续地加码 投资台湾 微软 也在台湾 成立了研发中心 大家看好台湾 支持台湾 完全不像你们所说的 被台湾 被民进党吓跑 事实上是民进党好的政策 改善我们的基础建设 同时创造一个资安被信赖的环境 我们产品被认可的环境 让大家都愿意来台湾投资 那过去有一些外商 会把台湾当成进军中国大陆的跳板 但是我们反而是看到 近年来许多外资是撤离中国 来到台湾 因为他们发现 台湾是更值得被信赖的地方 那刚提到台积电 到美国去投资 台积电是台湾的骄傲 不应该被做来政治竞争跟消费 是我们共同的护国神山 那他们依照自身产业的布局 以及客户的需求 要往全世界去扩张布局 同时加码投资台湾 政府就应该要做他们的后盾 那我们也协助解决问题 更希望所有的台商 在全球布局的过程当中 都有大家的祝福 现在请赵少康先生提问 时间一分钟 请提问 好 那么 萧女士刚刚提到的 说台湾的基础建设很好 那缺电缺水 缺地缺工缺人 这算什么 怎么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这么多年来 这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办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埋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 会很好呢 马云九执政的时候 八年没有停过一次电 蔡英文这八年 大停电四次 而且今后可能会不断地停电 电费也不断地上涨 怎么会好呢 我现在请教萧女士 也顺便请教吴女士 你们都曾经是美国人 那也曾经宣誓效忠美国 那如果台湾 我们中华民国利益 跟美国冲突的时候 那你怎么办 你要选择什么 你要效忠谁 我们知道 美国人都很喜欢小女士 那台积电到美国投资 张忠谋说 成本起码上涨50%以上 而且可能不止 你们这样逼啊逼啊 逼得刘德英董事长都辞职了 当然对外也许会说 家庭啊身体 就是因为在美国建厂不顺嘛 就因为台建的成本 要增加那么多嘛 那美国人那么喜欢你啊 那萧女士 你有好好利用这种关系 请 请萧美琴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第一个刚刚提到缺水缺电这个议题 但事实上台湾现在不缺电 台湾的倍转容量率最低的时候 是马英九交给蔡英文的2016年5月的那个时候 在这几年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以及全面投资再生能源 比例也逐步的提高 现在其实有没有缺电 资讯都很公开透明 如果有手机 Google网站可以查一下台电的网站 都会将每天的倍转容量率 供租于是 我们可以透明的来检视 那为什么会停电 停电跟缺电是两回事 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强化 我们电网的韧性 也就是为什么政府也编列预算 要来支持我们台电 全面的不管是智慧电网 以及小型电网 更具韧性的电网 是我们长期基础建设当中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 资讯的安全资安 包括美国在内 曾经有能源管线被害客入侵 我们也要重视 我们数位环境的安全 确保整体基础建设的韧性 那有关水的问题 也是我们现在面临气候变迁 百年大亿 当然也会有旱灾的时候 但是因为我们的前瞻部署 前超前布局 包含翡翠水库 可以供引的计划 也是在我们任内 赖清德当行政院长任内 所核定的计划 我们全面在建设水环境 以及水资源的运用 让我们不至于缺水 那有关台积电赴美 碰到的难题跟障碍 我们一起在面对 他们基于客户的需求 做全球的布局 不是让我们在这边扯后腿 我们应该要给他最好的支持 接着请吴馨颖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柯英配的主张就是 核二核三研议 核四尽速讨论 下一步要怎么样处理 其实对我而言 讲到能源政策 其实就是讲到产业 是否在国际上能有竞争力 大家也知道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这么多年来 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办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埋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 要在扯不是跟凉凉的就好 家扯就要吃扯精 一定要配温开水 15分钟咳嗽out 杀机护索票 扯精 还有咳精胶囊 方便有效 台湾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 如果我们的能源昂贵 甚至于不利的话 其实台湾的产业是没有竞争力的 所以其实在这个经济安全的思考之下呢 我们一定要确保经济安全的保障 那这里头呢 也有这个坚韧产业哦 那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 比如说就是要稳定水的供应 那水的供应这边呢 我们要提供这个水链通网 加强水电资源的能力 水库要清余 还有老旧的水管要淘汰 那这样子才能处水能力减少漏水 其实我在立法院办了一个绿色金融蓝图工厅会 在今年9月的时候就是把投信投雇修法 让更多的这些基本建设 绿色建设绿色金融 台湾脱胎换骨 让我们都市的面貌重新更新 那还有就是说刚刚讲的资讯安全 也是一个部分 从网路骇客的部分 美国的水管 假设说今天我们的高铁被骇客的话怎么办 所以我们的国家资讯安全 还有我们的企业的这个资讯安全 必须要做得很完善 那再来就是说其实台湾也要必须快速进入这个 要转移从碳权变成碳排放交易所 因为这个部分的话呢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企业是否能到 买一些carbon credit 来互相抵触 这样的话我们的出口商品 才会有国家进国际竞争力 谢谢 接下来进行第二轮的交互结问 回答的顺序会跟第一轮来对调 首先就请吴欣云女士提问 时间一分钟请提问 10月我到美国参加101系列的闭门会议 政府赚钱可以让民众领得到退休金 也推动劳工退休基金条例修法 让政府帮忙存退休金 请问两位如何具体解决劳保破产 以及保占千万劳工乐龄退休的权益呢 请萧美琴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请回答 少子化以及人口老化 是许多先进工业国家 所共同面临的课题 我们临近的日本 还有其他的先进国家 都一样在面对 当然我们也要非常严肃的看待 所以我们提出了许多 对长辈的照顾长照政策 在多年来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这么多年来 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办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埋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 要在扫 不是跟凉凉的就好 家扫就要吃扫草 一定要配我们开水 15分钟咳嗽 out 杀吉互索票 扫草 还有咳金交囊 方便有效 蔡英文总统 从她刚担任的时候 长照预算不到50亿 提高到 现在会超过800亿 更全面的来照顾我们的长辈 让我们的长辈能够健康地过着他们退休的生活 除此之外 我们也鼓励生育 各种育儿的津贴 以及对年轻家庭的减税的负担 补贴等等 都是希望能够鼓励 愿意的年轻人 组成家庭的年轻人 有更多来为国增产的机会 当然我们在面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 人口结构的变化的过程当中 也会面临我们整个劳工 在投入社会生产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变迁 所以我们导入一些新的科技 新的技术 来提升我们整个生产 尤其是我们在传统产业也好 或者是科技产业 以及服务业 全面效能的提升 用现代的科技 来弥补人力的不足 那人口的政策 是我们需要持续慎重面对的 我也注意到 我们社会上有许多需要进行人工升职 或者是试管协助来孕育下一代的 我们也持续的提供给他们更多的协助 更多资源的补助 让单身的女性未来也可以考虑纳入 甚至是未来 接着请赵少康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小子花问题当然非常严重 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年生43万的小baby 去年只有13 4万 这很麻烦 现在已经生不如死了 不过去看看马祖 是出生率很高的 那祖北出生率很高 我昨天几天踩从那边回来 出生率非常高 反而学校不够了 因为大家都要念书 大家也可以去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这么多年来 这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办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埋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 研究为什么他们的出生率会高 另外就是 侯友已经提出来了 0到6岁国家养 国家通通养 然后7到12岁国家雇 甚至可以雇到晚上7点 让父母没有后顾自忧 然后自己在家照顾的 每个月给1万的补助 另外就是生第三胎的给100万 那第二胎的 我觉得留职留心对妇女很重要 让她知道说她生了孩子 然后在家里照顾孩子 她的工作不会失掉的 留职还要留她的心 薪水也要留下来 那当然你说民营机关开始不愿意 先从公营机关做 大家知道我在环保署 当署长的时候 我是第一个 我在环保署就设育婴室 设托儿室 让我的同仁能够把她的小孩 带来一面上班 一面照顾孩子 普鲁士就更不用讲了 那像这种就是你 大家知道 同仁愿意生孩子 这是大家的喜事 是国家的喜事 至于这个劳保基金 当然是很大的问题 1000万人 民进党当时说军工要改完 要改劳保 动也不敢动 现在只能每年去贴钱贴钱贴钱 但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还是 你这些基金这么庞大怎么运用 你搞一些公务员在那边操盘 运用它怎么能够有绩效呢 你当然要交给有办法的 绩效好的这些基金管理人 只要多2%的收益率就不得了了 这么大的钱 这么大笔的钱 所以我认为先从基金管理的收益率开始 如果能够提高就解决了 提高不了 那再从其他的方法来想办法 现在请赵少康先生提问 时间一分钟 请提问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这么多年来 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办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埋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 我想请教肖美琴女士 你在2003年10月20号 接受The Weekly Standard The Weekly Standard 这个媒体访问的时候 但我还很好奇 你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是 哥伦比亚的硕士了 可是他还是叫你 Obelin College Graduate 为什么不叫你硕士 叫你大学毕业生 这个再说 那你当时接受访问的时候 你说 We no longer identify ourselves as the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说 在2003年你就说 我们已经不认为 我们是中华民国了 那是什么国 你的脑筋里你是什么国 你今天选副总统 那你到底是什么国 那你的总统也不认同中华民国 你副总统也不认同中华民国 那你们到底要把我们 带到哪里去 而且你们这样的主张 美国支持吗 美国不怕吗 美国真的觉得说 你们这样子很好吗 可以跟他唱黑白脸吗 还是美国根本不支持 你们这样讲了 是不是请萧女士答复 也请吴女士说明 请吴欣宇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刚刚这个赵先生全部的问题 都是直接质问萧女士而已 然后突然间冒出一句要我回答 所以呢 我只要跟大家观众们说 请不要把我当成中间的空气 民众党有30%的人支持我们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这么多年来 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办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买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 要在烧 不是跟凉凉的状况 咖哨就要吃烧精 一定要配温开水 15分钟咳嗽out 杀机火索飘 烧精 还有咳精胶囊 方便有效 你看最近这几天来 主席到外面趴趴走 对不对 那么最近都看到了 虽然你看 不用花笨蛋 三万人五万人 都自己自愿出来 所以 这个呢 就要跟大家说 绝对不要搞气宝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 气宝的话 就是上升自己的投票权 在民主 我们必须投下神胜的一票 尤其像我们的女性一样 100年前女性是没办法投票的 对不对 所以说在台湾你看 是多么幸运 中国那边呢 他没办法做这些决定 所以大家一定要出来 然后投自己心中的最好的人选 就是柯英佩 台湾在温亚 好 谢谢 那至于说 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呢 讲到中华民国 还是中国的这个 自己的认知呢 其实我想说 之前我也被人家误解说 是中国人 台湾人等等的 其实我们都是 中华文化的人 那其实我在选的 也是中华民国的副总统 那当然我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那我的祖先都是从福建过来的 那我就是一个台湾小孩 那我很爱这片土地 跟台湾人民站在一起 那所以说其实 就是像我跟我许多的家人一样 就是我们世世代代都关怀台湾 由商转正 那其实主席那时候邀请我 做他的副手的时候 我也想太好了 这个位子我等了20年了 我可以从公益 从小爱做到大爱 关怀台湾更多的民众 来关怀这块土地 以中华民国副总统候选人 来关怀台湾 谢谢 接着请小美琴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请回答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这么多年来 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办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埋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 谢谢 刚刚的提问里面 有好几个问题 第一个 为什么他不以哥伦比亚大学 以Oberlin来形容我 当然我也不知道 该以政治金铜 还是中广董事长 来形容赵先生 各有各的一些看法 但是重点就是 现在国民党 可能就是翻箱倒柜 找了二十几年前 很喜欢找二十几年前的一些 媒体发言 或者是书里面的讲法 来做攻击 显然近年来 他们都知道 我讲话非常的谨慎 那找了二十几年前的这一段 那我要还原这一段的前后的文字 事实上 我当初在讲的是 我们在国际社会 在活动 在生存 我们不希望我们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搞混 所以我们对外说 我是台湾人 I am Taiwanese 我相信是很多台湾人的骄傲 很多我们的留学生 到国外去 他自我介绍 会说 我是台湾人 台湾敢往那儿拍照 这是整个文章的原意 但是 没关系 我再来讨论到 这个认同的问题 以及中华民国 其实早年 台湾曾经历经威权戒严的统治 一党独大 党国不分的年代 确实有很多台湾人 对于中华民国这个体制 有很多的质疑 甚至是挑战 但是如今我们解研了 台湾中华民国也历经 二三十年的民主洗礼的过程 今天中华民国的认同 跟台湾的认同 已经不是社会问题 我们应该要团结一致 不管你是中华民国派 中华民国台湾 或者是台湾派 我们都在守护这块土地 我们都在一起努力 那我们民主是台湾最珍贵的资产 即便我们经历了那段黑暗的过去 但是今天我们很骄傲的 中华民国台湾 是世界民主的前线 我们要一起守护 现在请小美琴女士提问 时间一分钟 请提问 国民党在立法院 曾经杯葛跟反对 蔡英文政府提出的前瞻基础 建设计划 说什么前瞻计划是前坑计划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这么多年来 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办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埋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 要在扫 不是跟凉凉的就好 家扫就要吃扫草 一定要配温开水 十五分钟咳嗽 out 杀基火索飘 扫草 还有咳金膠囊 方便有效 而柯文哲主席也批评 我们乱花钱 还进一步指控 中央其他的社会照顾 社会安全政策是大撒币 但是台湾面对未来 无论是公共交通运输网的升级 轨道的建设 或是超前部署克服气候变迁 带来的水资源问题 包含台北市重要的前瞻建设 翡翠水库的专管工程等等 很多都是在赖副总统任内所核定的 我想请问两位 你们所批评的前瞻基础建设 或者是社会照顾预算 是前坑大撒币 那你们具体主张 有哪一些基础建设跟社会照顾项目不该做 是铁路捷运吗 是水环境建设吗 还是长照或幼儿的照顾呢 请扎扎康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刚刚萧女士在回答我上个问题的时候 牛头不对马嘴 我是问说你既然已经是硕士了 人家为什么还叫你学士 你听不懂我里面的意思吗 那你说赵少康董事长跟政治金童 可以随便叫 不是这样子的 不管叫我董事长或叫我金童 都会说我是台大的学士 Clemson的机械工程硕士 那电 你说今年电用的比较少 电用的比较少 是因为我们今年经济不好 因为经济不好才用电少 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就跟你们说 我们台湾交税的年轻人很少 交税的年轻人少 是因为你难道他们不想交税吗 所以我们要赚钱赚的少 你们这种道果为因 实在是让我瞠目结识 叹为观止 前瞻预算的8800 已是被人家诟病 是第一个 这个预算非常大 很多预算 就应该先有计划以后 再做预算 你们是先把钱编出来 这地方赶快把这个计划提出来 很多就为了钱 为了要到钱 不得不把这个计划提出来 那个计划基本上并不够周延 你知道以前政府要怎么提 像这么重大的财经计划吗 必须要一关一关的一定的数额 还要送到行政院 甚至送到公共工程督导汇报 送到经建会去讨论的 那都是有专家一个一个把关的 哪像现在这样8800 一下就拿出来了 然后你们又讲说 那你民进党 你国民党不是反对吗 那为什么国民党 县市长也来要呢 那既然钱百之百 他怎么能不要呢 他多少也要啊 他要有什么错呢 你画了这么个大饼 他能不要吗 所以另外就是分配不均 对你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你就大量的撒钱 要一块给十块 然后对于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就尽量的抠 要这个不给 要那个不给 台中捷运已经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行政院 八个月了都不合 高雄市八十天就合了 你们这样公平吗 你们好意思吗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这么多年来 这人生的寄予 我就是没办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埋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 要在扫 不是这么凉凉的就好 家扫就要吃扫草 一定要配温开水 十五分钟咳嗽 out 杀机护索票 扫草 还有咳精胶囊 方便有效 接着请吴欣寅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我想 主席 所指的是讲说 政府要更严谨的财政纪律 那 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不会把这个债 留给 曾孙 那我们是拒绝这个信贷台湾 那我们要 加强这个财政的政府改革 才守住人民的血汗钱 那其实呢 我们主席这边也有建议就是说 应该召开全国税制改革的会议 并 调整一些不合理的税制 同时我们在立法院民众党党团 已经掌握说 这个 碳费不如 因为已经延迟了 执行了 干脆就直接走入碳税 同时併了印花税 跟货物税 这样子也可以帮企业解决这些分忧 那 再来就是说呢 我们要检视这个 这个 一些货物税 跟其他一些的基本原则 那简单说呢 就是要合理的税收分配 再来呢 就是要找一些新的替代的财物来源 来保证财政永续 比如说主权基金 还有 让我们还没有上市的官股企业 可不可以考虑民营化 这样子的话 纳税人才不会再用我们的钱 再帮政府打水票 那还有呢 就是我们讲到就是说 刚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呢 其实我在立法院有提过就是说 关于劳退的个人专户的部分 我已经提出来就是说 只要180亿 OK 这个是针对这个劳工退休金的修正条例的草案 只要180亿就能鼓励自提人数 从14%提到50% 这就发挥最小的成本 有最大的效益 因为毕竟呢 这个劳保的部分是一个大水库 劳退的话是个人的账户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才可以跟进OECD国家 自提比率拉到51% 谢谢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第三轮 也是最后一轮的交互结问 时间的回答的顺序和第一轮是相同 所以我们首先要请赵少康先生提问 时间一分钟 请开始 好 现在连一半都没做到 那另外呢 反而到了因为光电绿能 反而变成贪毒的外衣 很多人披着绿能 披着再生能源的外衣 这个进行各种贪毒之时 赖靖林当18家董事长 他女儿赖品玉变成云豹小公主 台电赔5000多亿 云豹1000万的资本额 可以做100亿的生意 所以台电窥倒 云豹吃饱 然后呢 包括陈中燕 陈凯玲 什么郭寨清等等 都是跟你们搞在一起啊 都是贪污啊 性招待啊 所以你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请肖美琴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再生能源以及绿电的政策 是国家发展非常重要的 我们全世界许多大型企业 包含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 都已经签署RE100 也就是再生能源100倡议 在未来的二十几年内 需要达到不只是这些企业本身 还有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这么多年来 这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办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埋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 要在扫 不是甘凉凉的就好 家扫就要吃扫草 一定要配温开水 15分钟咳嗽out 杀机火索飘 扫草 还有可金胶囊 方便有效 他们所有的供应链都要用绿电 而国际对再生能源的认知 是不包含核电的 所以我们要全力的来推动 再生能源 那再生能源 当然现在有光电 有风电 你们一直在抹黑绿能 抹黑再生能源 但事实上 到目前为止 涉及到争议 甚至是你们口中的弊案 不到1% 许多的产业 包含外资看好台湾 许多外资也在投资 台湾的再生能源 台湾的绿电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 进度上确实有一点落后 我们碰到这几年的疫情 全球供应链也发生中断的现象 但是我们会极力的感进度 只要大家共同的支持 我相信台湾再生能源 我们可以导入新的科技 新的技术 那未来全世界还有一些新的研发 我们在下一个阶段 不管是氢能发电 以及早气发电等等 地热发电等等的再生能源 都是我们会持续去探索 跟国际接轨一起分享资讯 分享做法很重要的 要往前走的路径 那另外简单回复刚刚吴欣英委员 提到的主权基金的问题 任何的投资都会有风险 那涉及到国家经费的运用 需要有完整的配套 包含有赚有赔 而且要有独立的机制去管控 我们看到挪威新加坡 都曾经有亏损的问题 接着请吴欣英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刚刚赵先生所问的 其实就是针对能源是否足够 还有些贪腐的问题 我就做以上的答复 其实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 这么多年来 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办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埋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 要在搜 不是跟凉凉的图厚 家扫就要吃搜精 一定要配温开水 15分钟咳嗽out 鲨鸡核飘 少精 还有壳金胶囊 方便有效 台湾是以制造业出口为主的国家 所以呢 我们要比较务实的态度来面对 我们的能源是否足够 同时我们有能源的坚韧性 那所以呢 比如说像核电的部分呢 我们不能用一个意识形态来操作 像之前在欧洲的时候 看到许多的国家 他们虽然签署 像卢森堡 签署 废核能 可是你们可知道吗 卢森堡的制造业 只有占他们的经济体的6%而已 同时他们还是有用核电 可是他们是用跟边陵国去买核电的 所以台湾是一个小岛 我们比较没有像其他只有边陵国的这样子的选择 我们必须要慎重思考这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然后跟民众再持续的做沟通 那不管怎么样 核电也有废物 太阳能板也有废物 其实唯一真的没有废物的就是核融核 可这个科技还是不够成熟的 可在这个期间 我们没办法让产业等待 因为他们被影响到 比如说我刚刚提过的CBAM RE100 CCA 这就是欧盟跟美国的出口的所竞争的 那还有就是说 两年前我们这个大公投投票 其实民进党是用资源呢 让四大公投都不过 这是不代表人民要费核四 也不代表人民要吃莱猪 也更不代表18岁的投票权不能被重提 那还有就是最后呢 要讲到说这个反贪的部分呢 本党的建议是说 要有特征组能发挥这个独立办案的制度 而不是设立一个机关 而让执行者有其上 上下其手 再来就是说 柯市长在任内的时候 是有清政委员 督导更重大的开发案 也希望当我们有执政的时候 我们会用清联的方式 透明的话是来做这个 现在 请小美琴女士提问 时间一分钟 请提问 赵少康先生 你去年12月13号 曾经说要推动内阁制 是因为当总统比皇帝爽 隔天你又说 选副总统可以游山玩水 那你今天又说 你如果当选你什么都不要 那甚至一开始 你也把自己形容成是 救阿斗的赵子龙 或是把副总统当成总统在选 甚至还提出 战斗篮自己的政见 跟侯友宜竞选总部市长 所提出的政见又不太一样 我觉得你变来变去 让我不禁担心 一方面听起来 有时候会觉得你态度轻浮 另外一方面又在挑战 宪政体制跟被位元首的宪政角色 那让人不禁担心 你对这个职务的定位跟态度 到底是什么 会不会造成宪政危机 也要请问吴欣宜女士 怎么看待赵先生的这些说法 请吴欣宜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我想我们应该称呼 这位侯先生在场吧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是这个赵先生的口误 其实就是把自己当成总统候选人 像我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就是副总统的候选人 我就会完全支持我们的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这么多年来 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办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埋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 要在宋 不是跟凉凉的就好 家宋就要吃宋精 一定要配温开水 15分钟咳嗽 OUT 杀机火索飘 宋精 还有咳金胶囊 方便有效 党主席来看他需要什么样的部分 我们来帮他补足 比如说 从一些社会福利的部分 或是说 一些其他要用企业的方式 来做这个民间的这个执行 那都是我可以帮忙他协助的地方 所以我是觉得说 作为备员元首以外 平时的时候 只要主席有什么样能帮忙的 当然了 我们也很愿意 请这个赵先生 还是侯先生 来一起协助我们 因为其实我知道上次 赵先生也非常的感谢他 来邀请我说 明年如果他没有机会执政的话 我反而想offer他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说 当明年民众党执政的时候 我们可以邀请你做NCC的主委 或是副总统 总统办公室的发言人 那总统办公室发言的话 我可能挨门外老板 来参与跨埋 那最终呢 其实我们从壮世代的推广 我们也希望说 当然赵先生能继续在工作磁场 能发挥他的一些专长 谢谢 接着请赵少康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我觉得萧女士的问题 让我啼笑皆非啊 我会引起宪政危机 我有那么伟大吗 你跟赖清德才引起宪政危机呢 你们要选总统副总统 你们都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宪法 赖清德还说中华民国 或是中华民国宪法 是灾难 你们这个讲法才是宪政危机 我讲总统跟皇帝一样 指的是蔡英文啊 蔡英文能够七百几七百四十五天 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皇帝古兽都要有御史大夫来监督他 不是说我们要当皇帝啊 是你就是皇帝 我们是批评你啊 你在美国那么久 美国总统可以这样子 不对不面对face to the press吗 可以这样子吗 可以这样子这个自己关起门来 也不到国会去报告 可以这样子吗 权力有这么大吗 所以的确我在挑战我们的宪政 但是不是宪政危机 因为我跟侯友宜跟这个克文哲 都希望推动内阁制 这当然是一种宪政的很大的一个改革 因为我们觉得内阁制在欧洲国家 甚至在日本 都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制度 所以才说我们会一起来推内阁制 也希望将来组成联合政府 这个侯友宜昨天也讲过了 那我们真的很诚挚 就是邀请这个民众党 柯文哲一起来组联合内阁 联合政府 那甚至包括院长副院长 行政院长副院长 都可以请柯文哲 大家一起来商量 到底谁比较适合 那至于说我选的时候呢 我像这个选总统一样选 那选的时候 当然要很努力选 难道萧女士 你没有很努力 在帮这个赖清德来助选吗 你就每天在家里睡觉吗 不可能吗 你当然是很拼命 但是选上以后 按照宪法 我们就是被位 这是被位 被位该做什么事情 我清楚得很 选举的时候 该做什么事情 我也清楚得很 那你知道宪法 哪一条规定副总统的职权吗 你知道吗 你可能对美国宪法比较熟悉 宪法49条 没有任何职权 就是被位 副总统就是被位 我就是被位 侯友宜就是老大 现在请 吴欣颖女士提问 时间一分钟 请提问 我进入立法院13个月 面对AI 时代来临 数位政府一直是我努力的方向 尤其我认为 200万名投票日 职勤或在台商投票权不能被抛弃 所以我推动修正电子签章法 能确保人民的隐私保障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 抱歉 只是说这么多年来 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办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埋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 要在扫 不是跟凉凉的就好 家扫就要吃扫草 一定要配温开水 15分钟咳嗽out 杀吉互索票 扫草 还有咳金胶囊 方便有效 保护前提之下 可以让电子签章 来确认投票者的身份跟资格 以及确保投票真实性跟安全性 世卫政府可以使用在市委签章 投票结果加密 以确保结果的安全性 以机密性 比如说在比利时 五分钟之内 投票大选之后 就知道结果了 在日本的话 因为大家要花很多的时间 回到家乡 他们把投票的时间 开到两个礼拜 那在菲律宾的话 他们就是用他们海外的领事馆 在做这个投票的工作 想请问两位 针对这个外馆同仁们投票权 如何有所保障 谢谢 请赵沙康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我们现在说 台湾的护国神山是谁 台积电 但是下一个世代 下一代的护国神山是什么 大家不约而同 都说是AI 或是电动车 但是电动车可能晚了一点了 AI 台湾是有优势的 台湾 因为台积电电电的基础 中下游的软体硬体都非常的坚强 而且我们在美国的矽谷 也有那么多台湾人在那边创业 像NVIDIA就是 将来其实都可以合作的 而且美国对台湾现在 并没有晶片的限制 它现在对中国大陆有很多晶片的限制 所以我觉得台湾可以用这个机会 好好的来发展AI 我们希望将来AI 我本来是希望说 AI能够跟台积电一样 跟半导电一样 能够超越大陆 甚至超越一个世代 可是前几天我看了一个新闻 我就有点心凉了一点 他说在今年 今年全世界十大AI的发展国家 第一是美国 第二是中国大陆 我一看吓一跳 说光腾讯 百度 华为 等等这些民间公司 这一年就投资了950亿美金的金额 95 billion US dollars 在AI上面 那我们呢 经济部有一个十年计划 十年是3000亿新台币 十年才100亿美金 一年才300亿台币 才10亿美金 怎么就跟人家拼呢 你回想起来 当时李国鼎孙玉璇 邀请企业家 邀请国内外企业家 来发展台积电 多么苦心 多么努力的 要凑这个资金 那今天民进党做的什么呢 那将来AI 你怎么能够跟中国大陆竞争 要领先它一个世代呢 所以我同意在下个世代 AI可以用在很多地方硬体软体 这也是台湾的优势 但是民进党政府 显然太保守太落伍了 这样的话是赶不上的 谢谢 接着请萧美景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我很欣慰听到 刚刚两位也都非常重视AI 我相信这是未来我们当选之后 可以找两位一起来共同推动的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 抱不好意思 只是说这么多年来 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办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埋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 要在扫 不是跟凉凉的就好 家扫就要吃扫草 一定要配温开水 十五分钟咳嗽 out 杀机火索飘 扫草 还有咳精膠囊 方便有效 当然AI的很重要的政策 推动的过程当中 它有很多的面向 包含资安 而资安不只是安全的守护 它也可以是一个产业 所以也是我们在推动未来 蔡总统所提出的六大核心产业之一 当然资通安全以外 我们知道数位治理也都需要良好的规范 以及各自的保护 另外还有很多新的技术 是在应用层面上 AI的范围其实非常的广 不只是我们传统所知道的 这些晶片科技硬体的制造 涉及许多软体的应用 面向包含艺术包含健康等等的各个领域 所以我们还是要全力的支持 我们整体对AI的应用 以及相关软硬体的配套跟建设 那至于政府的一些服务 包含是不是要有远距投票 刚刚吴欣宜女士所提的这个问题 以及其他所谓e-government 政府e化也是政府一直在推动的 那我们更希望能够确保 在个资跟资安的保障之下 持续全面的来推动 当然除了AI之外 我们正在跟美国谈的贸易协定当中 也有下一批的议题当中 有数位贸易Digital Trade 这个议题含挂的层面也非常广 那我们能够跟主要的贸易国家 来接轨 来建构一致的标准 来建构对未来产业共同的信心 我们可以成为全球 不只是台北跟矽谷在同一个 Ecosystem 共同发展的领域之外 我们可以放眼世界跟全球合作 用各个双边刚签署的协议 来作为基础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这么多年来 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办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埋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 要在扫 不是甘粮粮的就好 家扫就要吃扫草 一定要配温开水 15分钟咳嗽out 杀吉火索飘 扫草 还有咳精膠囊 方便有效 好 那么 昨天吧 前天晚上我去上霍龙夜夜秀 那都是年轻朋友爱看的 但是大家也都关心两岸的议题 那赖清德在前天 就是在前天的证件发表说 中华民国是灾难 然后后来下来说我口误了 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 照我来看是一样 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宪法 不是议题的两面吗 那我认为赖清德 是台湾和平最大的威胁 他不是口误 他是这是他的信仰 是他的价值 他是他一直的主张 如果今天晚上我们睡觉 明天起来台湾飘到夏威夷 跟美国本土之间 随便你来干什么都可以 但是不是啊 这么近啊 大陆就在你旁边啊 好 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来 跟大陆还有一点点 藕断丝连 藕是断了 一点点丝还连着 但是也就是因为这一点点丝连 所以还能维持台海的和平 那台台湾的人民这次选举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你到底是要一刀切断 还是还是有一点点失联 一刀切断当然很过瘾啊 很痛快啊 但是你会面临立即而明显的危险 到时候美国都介入不了 就像小美群女士游说Prosy到台湾来 来了以后老共演习 老共飞机天天飞越中线 船包围台湾 美国能做什么呢 美国什么也不能做啊 所以你只要给他借口 他抓到借口以后 台湾就很麻烦 失联是不干脆啊 干嘛要失联呢 一刀切不就好了吗 但是我告诉各位 这个失联至少可以让台湾保命几十年 甚至几百年 赖清德的信仰 让我们两千三百万人都会付出残酷的代价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财产 我们的安全 我们子孙的未来 都跟着他一起陪葬 你真的要看超脉啊 人家缸吗 我们的宪法 是看起来不复现实 我也承认 甚至还有一点荒谬 我们怎么会包括大陆呢 但是 这就是荒谬的负贞符嘛 你看起来有一点不复现实 但是 这就是我们的保命符 不给老共打我们的借口 为什么后来我们要加上 这个宪法的征修条文 就是这部本文在台湾可能很难实施 但是在征修条文就用来在台湾运作 所以他们是有他们的智慧的 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的早啊 这个在世界上存活的久啊 所以当你还是用中华民国的时候 就告诉全世界 也告诉老共 我们没有跑掉 我们比你还早 我们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还在啊 这部宪法从大陆到台湾 至少承认我们并没有放弃大陆 我们并没有切断两岸的关系 我们不是外国 你赖金德你要把这种所谓内部矛盾 变成敌我矛盾吗 你承受得了你跟大陆的敌我矛盾吗 刚刚问了半天什么国防预算多少多少 什么2.5% 3% GDP 10% 20%又怎样 他是你的17倍啊 每年都是你的17倍啊 他就在你旁边啊 所以蒋介石当时就讲说 将来当时啊 我们军力还强的时候 都说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 更何况是今天呢 所以这次的选举 真的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赖金德本来还说不是 其实就是 选择赖金德 你认为两岸关系 会比现在好还是比现在糟 现在已经很糟了 八年老死不相往来 选择赖金德就是危险的开始 就是台湾 这个给台湾自己带来 非常不确定的这个危险 那选举到最后我要讲 民进党常用澳伯 周子瑜事件 王立强事件 这次又搬出个午夜天来 明明是个假新闻嘛 透过外媒 假新闻透过外媒 然后外销转内销 然后就是国安局的两个高层 是谁 出来讲啊 那 我觉得 如果我现在不出来讲 我们执政以后 一定把你查出来 是谁去放这个假消息 因为我后来去查 大陆的文旅部才管歌手 广电局是管演员的 所以他消息都错了 我们的国安单位 连大陆的怎么分工 怎么组织都搞不清楚 那我当然也希望 五月天能够出来讲讲话 到底有没有 如果有 我一定带头谴责大陆 带头谴责中共 到底怎么回事 但是到底有没有 我觉得五月天也不应该不讲话 这个时候应该勇敢的站出来 告诉大家 事实到底怎么回事 谢谢 接下来请乌欣云女士进行结论 时间五分钟 请开始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这么多年来 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办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埋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了 要在掃 不是甘粮粮的状况 家扫就要吃掃精 一定要配我们开水 15分钟咳嗽 OUT 杀机火索票 掃精 还有咳精膠囊 方便有效 两党轮流 执政24年了 我们总是听到 劳保要破产 健保体系要破产 退休金存不到 为什么都不改呢 不敢面对问题 就不能解决问题 我多次提倡 环境永续 医疗永续 财政永续 也做出许多具体的解放 就是要让台湾 看得到希望 两党都说重视经济 却把金融市场 越做越萎缩 连台湾的IPO 首次公开募股的规模 现在不仅落后了日本 韩国 香港 新加坡等地 我们现在连印尼跟马来西亚 都赶不上了 如果要提升台湾的晋升力 必须要产观学 一起合作 怎么样能改善 外资来台湾投资的环境 可以参考 AmCham 台湾美国商会 以及ECCT 欧洲在台商务协会的 年度白皮书 政治应导入 绩效以及当责的制度 落实政府和企业 一样的治理 打造一个更公开透明的 供应 国营事业 以及关股行库 对全民负责 民众党 不只是要把国家还给你 还要把人民追求一个 有绩效 有责任感的政府文化 由刚才辩论过程当中 可发现到 蓝绿两党 越来越脱离了 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 政治 不应该变成一场表演 例如几个月前 明洋火场的大火 殉职六位消防人员 结果 今天公祭 明天旺季 难怪消防人员会 回答是没 政府老早都知道 这些问题产生 之后才开讨论会 之后总是互相踢皮球 过去我在明津的经验 很多事情民间早就做了 举例说 我的曾祖父曾因为工作事故 而终身残废 为了生活还要勤奋工作 向六位孩子们灌输了 勤劳工作 老天自有回报 我的爷爷也秉承这些价值观 努力工作 最后也成就目前 现在台湾 拥有20万以上的员工的企业 爷爷注意到劳工的辛苦 政府 警告人员工作的危险 四十几年前 政府还没完善的规划之前 他就设立了警告人员 因公训职的卫福金 我们是要做事情的人 不是做秀的人 民众党执政带来新政治文化 是一个重启我们和平繁荣的新机会 我常跟主席说 Taiwan People's Party 这两个P 也可以赏成 Peace and Prosperity 我们要给台湾的 就是一个和平繁荣的社会 我认为 台湾的勤奋人民 应该得到更好的生活 我们需要的是 嗡嗡嗡给大家 省钱赚钱的 柯英佩 柯主席常提到居住正义 包含住宅 减税 租金补贴 就是大大减轻年轻人的负担 我也提出 国库收入的方法 例如主权基金 数位AI 绿色转型 绿色金融 数位医疗 不只是可以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还能帮忙民众提高薪资 大大增加国民的收入 负担减少了 收入增加了 台湾的年轻人才有希望 今天是2024年的第一天 元旦应该为我们自己 选下一个心愿 现在 我也请你们 许下一个心愿 2024年 元旦希望就是 总统副总统 请给1号一次机会 1月13号 大家都出来投票 大家没时间 和大家探紧的柯英配 政党票 请给民众党12号 一个机会 我们要用这个票告诉大家 我们的未来要由自己做主 拜托大家投给柯英配 1号 这次的投票 下架蓝绿 要把国家赢回来 义无反顾 拼一次 谢谢大家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这么多年来 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办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過这样 不是埋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 要在扫 不是甘凉凉的就好 家扫就要吃扫精 一定要配温开水 15分钟咳嗽out 杀鸡火索票 扫精 还有咳精胶囊 方便有效 最后 请萧美琴女士做结论 时间5分钟 请开始 好 谢谢 我在结论之前 想要先针对 刚刚两个错误的资讯 来做说明 第一个我的两位对手 都不约而同提到 我们都吃了萊猪 如何如何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当初 民进党政府 依照国际标准 科学数据 来制定 莱克多巴胺的最高容许量 是为了要接轨世界 那在过程当中 我们也做了妥善的风险管控 包含源头管理 产地标示 以及后续的稽查等等 所以对萊猪有疑虑的人 都没有吃到萊猪 你们两位有吗 那也因为我们展现 接轨国际的决心 所以后续 不管是在拜登总统任内的 第一个贸易协定 选择跟台湾启动谈判 我们同时也分别跟 英国 加拿大 韩国等其他重要的贸易伙伴 也深化拓展了关系 因为他们看到台湾 接轨国际 愿意解决问题 克服问题的决心 那第二个呢 刚刚赵少康先生 不断地在跳针重申 说赖清德是造成台湾风险的来源 我要跟大家说 国际公认的风险来源 是中国共产党 不是台湾 不是民进党 也不是赖清德 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 不能像鸵鸟一样 一直在怪被害人 我们是被打压 被孤立的 那你们今天去指责 美国的前任议长裴洛西 裴洛西讲得很清楚 他访问台湾 是为了展现 他是跟台湾人民站在一起 他不是在挑战现状 他更不是要去改变 美国的一宗政策 那这样子你们也不能接受 你们视为是挑衅 但是我觉得 你们却一直是跟着 国台办的基调 国台办呛谁 你们就跟着呛谁 国台办骂谁 你们就跟着骂谁 这不应该是团结台湾 接轨世界 让台湾在世界上架 该有的决心跟态度 所以经过这两个礼拜 四场电视的政见会 还有两场的辩论会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 三组候选人 只有赖清德跟萧美琴 是国阵方向最明确 改革做法最稳健 也最能因应世界局势的变化 包含我一开始提到的三大变局 也最有能力接办 蔡英文稳健向前的路线 台湾的总统选举不是战情事 也不是在选名嘴 不是在选谁更会吵架 而是要选有经验有历练 能够做事 能够让台湾更好的人 在快速变动的世界局势之下 领导者要带着国家向前 不能只是成口舌之快 用美丽的口号来治国 也不能轻易的在压力下屈服 只有冷静不照进 理性不挑衅 国家才能够一直往前走 那我要谢谢台湾人民 对我的栽培 以及多年来给我的机会 让我从一个幕僚 历经多次民意代表的选举 还有外交官的洗礼 从台北到花莲 从花莲到华府 现在要跟赖清德一起 拼到总统府 这一路走来 我看到这块土地上 有辛苦耕耘的人 有各自不同的需求 我也亲自参与 希望能够 在全球局势的变动当中 找到更好的立足空间 请大家放心 把国家交给赖清德和肖美琴 因为我们是唯一理解 如何接轨世界 如何维持现状 维持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 以及繁荣 也只有赖清德和肖美琴 提出了完整的国家希望工程 包含我们要走对的路 对的路就是民主和平的路 对的路就是创新繁荣的路 对的路就是公益永续的路 我们是唯一一组 准备好有完整历练的人 选对的人就是要选 我们是极战力 马上可以卷起袖子 来做事的组合 这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但是因为我们共同的努力 让世界看到台湾的好 让我们继续一起 让台湾在世界发光发热 在世界上架台湾 谢谢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这么多年来 人生的际遇 我就是没办法 符合他的期望 不过这样 不是埋土地就不对了 这个你要搞清楚 要在扫 不是甘凉凉的就好 家扫就要吃扫荆 一定要配温开水 15分钟咳嗽out 杀机火索票 扫荆 还有咳金胶囊 方便有效 2024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会 现在圆满结束 谢谢三位候选人 以及现场的贵宾 还有所有的观众的参与 透过总统以及副总统 两场候选人的辩论会 相信选民 对于各组候选人的 政见主张 及人格特质 都会有进一步的了解 台湾的民主之路 全球都在看 不要轻忽您手上的这一票 因为他决定了 你与我的未来 一过三三号 大家要记得到票 祝大家新年精彩 台湾更上层楼 再会